烏爾戰爭開打超過一星期 俄羅斯導彈猛炸烏克蘭 最後台灣網友上網發問 如果台灣發生戰爭 該往哪裡躲 地下室的話 如果被炸應該也會躲 對 所以也沒地方躲 找一個 現在還有防空洞 這種東西嗎 可是不知道哪裡有 山上的一個防空洞這樣 沒錯 很多人想到的 第一個地方就是像這樣子 藏在山壁裡面的 真的防空洞 但是仔細看 它的鐵門已經黏走失收 人近不近的去打不打得開 還都是一個問題 不過想找避難的地方 其實沒有這麼難 只要拿出你的手機 動動手指就可以 打開北市警政app 就可以定位出 你身邊最近的避難所 像是貼有這樣子 黃色貼紙的建築物 舉凡像是學獸 停車場或是公園 通通都可以避難 不過要特別注意了 如果你找到了 這樣子防空避難所 它是位在私人住家裡面的地下室 就算它貼有這樣子的黃色貼紙 平常也不可以隨意進入 因為平常它是受到 財產權保護的 住家辦公大樓地下室 這種受到警察局列館的 防空避難地點 在台北市共有兩萬六千七百八十個 可容納超過兩千一百零三萬人 學校體育館 公有處所共一千三百九十七處 可容納六百二十五萬人 最後如果附近有捷運站也可以 容納人數約六十六萬人 台北人多 防空避難所自然也多 未來如果真的遇到空襲警報 保命多好最為要盡 近視頻 逢會追與較為採訪報導 人數約六十七四十겠지만 人數約五十七八十七八等 為何人vision 小島的 adequately作祈籠 適аю 零二十七百七十七八十七十七十八十八十七十八17